刘强东案负责教授团队集飞,中国斡旋大万律师,搞不定,私下和解释重罪,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创办人坚执行长刘强东涉嫌强暴一案,经过美国律师圈内著名的律师弗里德伯格协商,仍旧没有撤销案件,事发宁尼苏达州平县,当地唯一华人刑事案件律师周东发表示,公事的警察报告如此清晰却迟迟没有起诉。 有点朴朔迷离,美国刑事律师刘龙珠对美媒,表示检方起诉可能性很大若遭正式检控刘强东的麻烦大了,若私下和解则是重罪此外,鼓励受害者和刘强东认识,并参加之后一场饭局的人,明大中国项目负责人之一崔海涛则被曝出消息,已经带团队回路处理危机了,案件未被撤销据乔报报道, 趁刘强东的美国律师弗里德伯格,Joseph Friedberg,在与律师同行交流时表示将和警方检察院协商,在5日下午就撤销刘强东案件。 然而,至下午下班时间前,弗里德伯格并未能成功将案件撤销,检察院媒体发言人则表示,尚未决定是否起诉且警局,还没有提交完整报告。 据平线当地唯一华人刑事案件律师周东发介绍,弗里德伯格是区内很出名的刑事案件律师,如果他说要撤案力度,一定不小然而,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分并没有任何关于撤案的消息,而不像之前很快接听电话流。 强东两位美国律师格雷、沃瑞和弗里德伯格,一直从上午至下午均无人接听电话,如果弗里德伯格争取都这么难,一定有问题,可能有事情发生周律师分析,同时表示公事的警察报告如此清晰却迟迟没有起诉,有点朴硕迷离此外,评线检察院新闻发言人拉扎斯基说,还对检察院的起诉做了解释, 表示检察官拿到报告后,会有三种可能发生直接起诉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或者检方将案子送回警局要求补充更多资料报道,趁截至结稿前,刘强东两名律师均未接电话周东发律师分析,说以弗里德伯格能力,到现在迟迟没有结果,说明这个案件并不简单,一定有些问题,若私下和解则为重罪,针对刘强东或是回国, 美国刑事律师刘龙珠对美媒表示,检方起诉可能性很大从统计角度,来说在警方已一级重罪逮捕的情况下,检方不起诉的可能性,并不大若遭正式检控刘强东的麻烦,大了他说, 届时刘强东在过堂,预审,中审中都需要出庭,然而即使他想积极处理这个案子,也可能因签证问题,不能出庭作为一个被检控性侵重罪的人来说, 刘强东届时有可能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因而无法出庭涉及逃庭成为美国政府通缉犯,对于此事是否可以私下和解刘龙珠说,若私下和解或因其他原因做出对刘强,东有利的证词使其不被起诉, 这在美国司法程序中,是座位正属于犯罪,而且是重罪,加州大学黑斯平斯法学院法学教授Denry Levine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美国有关部门起诉刘强东并签发逮捕令,中共当局也可能拒绝,将刘强东交给美国的请求Denry Levine说,如果这样,明尼阿波利斯亨内平线检察官可以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 协助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相当于要求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找到并暂时逮捕一个人,中国与美国军事该组织成员国崔海涛,回国处理危机据听West品完报道,趁明大中国项目负责人之一是卡尔森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崔海涛,在一些网传的缺乏根据的资料中, 他被指责是刘强东的同谋,是鼓励受害者和刘强东认识,并参加之后一场饭局的人, 根据学院官网崔海涛2000年,从清华大学RMBA毕业,之后来到美国宾州大学,进修2005年博士毕业后加入卡尔森学院,现在为DBA项目的助理副主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提到了饭局的存在, 根据现已删除的现场目击照片,刘强东的桌上摆满各种红酒、清酒,据撰稿人从熟悉项目安排的人士处了解, 当天这些学员,被安排观看明尼苏达大学校队的一场橄榄球比赛, 这场比赛于晚间7点半左右结束,但该人士无法确认刘强东一行是否前往观看了比赛, Ping West品玩撰稿人于9月4日来到学院,被告知崔教授次日会,到校办公9月5日撰稿人, 来到崔教授的办公室发现大门紧闭,门上写着新的人会进入你的生活,带来新的理念, 据其同事介绍崔海涛昨天开学第一天来过办公室,但今天,不再另一名教授则对撰稿人透露, 他已经和项目的其他负责人一起紧急飞往中国去处理最近发生的危机, 对于相关传言愿方暂时没有回复撰稿人的问询,而项目的华人教授也普遍态度谨慎, 不愿多谈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感谢观看